我的女朋友好像有刹动力 每次我肚子饿的时候 都会有一碗香菲菲的面穿在我的面前 好香啊 饿了吧 吃饭 每次在我急需用茶的时候 她也能及时就茶 你也止了 我知道 乱七八糟的房间 过一会儿就变得非常干净 并且她永远知道我都在什么地方 看我手机了吗 找了没有 你看 就连我的快递 她也能第一时间给我带出事 你怎么给我拿上来了 我刚刚往下来拿 我一直都很好奇 直到那一刻我才明白 你怎么知道我哥了 这哪是什么超能力啊 只不过是她把我放在心上 能记住我所有的细节罢了 她会默默记住家里消耗品的成员 会顺手把房间收拾干净 也会记住我的各种小习惯 我不知道到底多爱一个人 才能满眼都是她 但我知道 爱情肯定不是单方面的付出 你必须是两个人商户的 你不用了 你今天你快你就过来 你快了你快 嗯 迪士尼书房品盒 嗯 那天我看你给我车收藏了 这不五二零了吗 我就准备这个迪士尼买电信 旅程书表送给你 好好看啊 你看这个表盘还是天变的 你看还有数价在流动 不光离音的好漂亮 我看两袋也感觉好温柔 好看吧 我看你再看看这个 嗯 你往两个都买了 那你收藏的时候就两个色嘛 肯定是纠结了 我就全不安排 走吧 你说什么都答应你今天 真的 真的 那 我想玩回去就行 去吧 一个小时啊 安静总的你别打扰我 嗯 你说的啊 这种车能力是让我感觉很舒服 但它也是有副作用的 就比如 哎 干嘛呀 一个小时了 我 我这不玩真呢 那不管 说过了一个小时吧 这时间关键实在是太长了 怎么会有情绪如此稳定的女人 加起我们去杭州 结果再去机场的路上车坏了 没办法我们只能换一样的出发 好不容易赶到了机场 所以呢我又忘了带身份证 他村民帮我整了一个临时登机证明 抓紧时间上了飞机 本以为可以顺利起飞 却受到了飞机延误的通知 等待了四个小时后 我们才到达杭州 但更迷糊的事发生了 我摊便宜订的酒店 足足离机场有八十多公里远 很不方便 怎么弄 要不咱究竟订个酒店 说 这种假日人太多了 我怕订不上 没办法 我们只能找地方先存下行李 打算去肉围转转 却刚好赶上堵车 根本没有事物接待 怎么这么堵啊 正当我因为如此不顺利的一天 而发愁时 他却指了这路边的空小单车 你会骑吗 不会 这玩的还有一辆 直到那一刻我才发现 虽然今天经历的事情都不顺利 但是他的情绪却能如此稳定 当车祸在路上的时候 他没有慌乱 而是第一时间去联系的其他师傅 我们充满赶飞机时 对吧 他说 这样才有赶飞机的感觉吗 不过你以后是不是得给我 你给你给你 得知飞机延误 他说 来看 这个热时间我可以化化妆 上次又一刻直接睡觉 就连我订错了酒店 他倒没有报应 你看 都是你来住习中心来 习中心也能睡觉 是啊 两个人在一起总会遇到 课程恨案的突发事件 带有一个情绪稳定的伴侣在身边 我觉得是幸运的 因为他稳定的情绪 会让我也跟你陪你下来 别跟他平时在带傻傻 待在这一刻 直接成为了我的精神依靠 哪怕他只是待在我的身边 我就觉得太可惜了 今天发了那么多不上心的事 我们就一点别不开心 我应该怎么样 不是生气 已经发生了 但是生气也没用 这么乐观 嗯 发生什么不重要 就是跟谁经厉一些 你也感谢我很开心啊 给 请说我一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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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